好,來 這個是我們學校老師出的段考題 但是他當時出的比較 當時我跟妳講 他當時的選項是比較欣賞好的 我當時把他改起來欣賞不好的 來,張記名作,封喬葉博 你們讀過這個吧,對不對 月落屋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愁眠,呼出城外,寒山寺,夜半,終身到客轉 請問你,張記大哥看到的月亮是什麼月亮? 來,停 我們跟你講時間,跟你講方位,跟你講月相 我們講了三個位之數 三個位之數知道兩個求第三個 知道時間,知道方位,可以求月相 知道月相,知道時間,可以求方位 三個知道兩個求第三個 所以這裡要問月相,要知道誰? 要知道時間,要知道方位 好,來,月落屋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愁眠 知道時間 什麼時間 錯,你們在國文的時候是說月落屋題,雙滿天 因為是雙滿天,所以知道季節是秋天 這對我而言,對我們解釋月相而言 季節完全不重要,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月落,表示月亮在怎麼樣? 落下去,月亮在西邊 月亮要落,但月亮在西邊 所以月落屋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愁眠 告訴我月亮在西邊 知道 知道什麼?方位 方位,好,來 所以這一題就要問 紫夜十分 在西邊的月亮 什麼月亮 我們聽懂我意思嗎? 紫夜十分 在西邊的月亮 是什麼月亮呢? 紫夜十分 在西邊的月亮 是什麼月亮 月落屋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愁眠 屋書城外,寒山寺,夜半,終身,到課 請問您 這是什麼月亮? 就是 紫夜十分 落在西方準備要落下的月亮是什麼月亮 要落在西方的月亮是什麼月亮 OK 好,來 再一個美女,你有答案了嗎? 所以呢,畫地球,畫太陽 讓地球匯轉 所以第一個,你要畫出人是 紫夜十分 因為每一個人在東跟西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人啊 人要在紫夜 所以要是把人畫出來 人要在紫夜 然後他就有東跟西對不對 對吧? 月亮畫那個人在西邊 那你就知道什麼月亮 OK 聽懂我意思嗎? 你要畫地球,畫太陽 讓地球匯轉 然後第一個,要畫人要畫在紫夜十分 然後呢 他定出了東跟西之後 要把月亮畫那個人的西邊 你就知道他什麼月亮 你就知道他是 啥月亮 你就知道他是啥月亮 OK 好 可以嗎? 我可以問答案嗎? 那個浩生很厲害的那個傢伙 你有答案嗎? 很認真啊 正常答案只有四個 是錯望,上前跟下前 我們也沒有 我們還有些別的名詞 什麼額眉月啊 孤月 這個通常都不會出現 也有人考過 有人考過額眉月 什麼這件事 對,有人考過 但是考卷的選項 看法是沒有這些像 看法是沒有這些像 題目裡面可能要出現鵝眉月 可是選項的話 只會選項 就只有錯望,上前跟下前 OK 來,看了 小帥哥 你答案是嗎? 你答案是忘,好 誰不寫的答案 你呢? 上前 你答案是上前 你答案是上前 好了,可是不確定嗎 你呢? 我快好了 快好了 你有答案嗎? 你答案是下前 你也選下前 下寫月 下寫月 OK,好 後面兩位小女生 你們有答案嗎? 你答案什麼? 不知道 哇,不知道 不太可憐了嗎? 下寫月 來 朔月 答案絕對不會是朔月 考卷上的答案也 雖然我說有四個選項 但通常答案不會是朔月 為什麼? 因為朔月黑了 你看不見啊 你根本就看不見啊 所以答案很難是朔月嘛 因為根本就看不見他 這個話不 因為答案不是朔月 所以 不能說 不能說一定沒有答案是朔月 只是朔月答案出現的可能性不高 OK,帥哥美女答案叫做 好 老師說第一步幹嘛? 畫地球 畫地球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第二步讓地球會轉 怎麼轉? 不重要 好,來 老師跟他講說 紫月十分,月亮在西邊 月亮要在西邊 可是每個人在西邊也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必須要把那個人標明 人在哪邊? 人要在職業嘛 職業 然後嘛 時間是日、地、人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上下左右 人、底、都為 叫做職業 左邊很好 然後呢 現在月亮放在 方位嘛 方位要西嘛 老師說怎麼定方位呢? 看地球 四轉 地球怎麼轉 由西向東轉 所以 你又要畫在哪一邊? 西邊 這什麼月? 卡中間叫做 碩 右邊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 左邊叫做 碩 利子中轉 這是仙道 對不對 仙道是什麼 上弦 所以叫做上弦樂 看到 這個是我們 來來來 所以答案要上弦樂 來 我剛剛跟你講說 這當初是本校斷考題 然後那老師心腸好 為什麼要心腸好 因為選項嘛 四個選項 他先畫兩個不可能的月亮 卡中間有牙齒的月亮 兩個不可能 再畫兩個月亮 一個滿月 一個寫月 答案不會是滿月 因為有人有背好 剛剛不是背過嗎? 剛剛不是寫過嗎? 滿月是黃昏升起 星辰落下 這個是要怎麼樣 此夜落下 所以答案絕對不會是滿月 所以拆一開也要答案是 選月就好 選月就好 選月 所以我們說這個老師呢 雖然看起來很恐怖啊 月落物體雙滿天過為止 但是呢 要拆對答案 至少兩個拆一個也可以 50%就會拆對嘛 但是呢像我是屬於心腸不好的這種 所以呢我把它換成這樣 我把它換成這樣 請問你 它哪個月 來來來 你要解決這樣 你要知道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它是上選月 第二件事情 你要知道它上選什麼 哪邊亮哪邊暗 西明東暗 西邊是亮的 東邊是暗的 它現在正在西城中 它正在由西方落下 而上選月是西明東暗 所以呢我把它改成這樣 改成這樣 你就必須要確定 你知道它是上選月 而且你還必須要知道 上選月是西明東暗 你才會正確的選出答案 所以我說我的心腸比較不好一點 請怎麼樣 你民國哪一年看過月亮長牙齒的 那只有卡通裡面才有那個 還夠 做個小臉都晃來晃去 還夠了 不是有笑臉 不是有笑臉嗎 對 對 你們就是受卡通荼毒甚深啊 謝謝 選擇吧 書 好 你選書喔 好 我看看有別的答案的嗎 你選B 你選B 對 那相反吧 一個朝左一個朝右 你選B A的啦 拆了啦 A 還有一個A的 然後帶來一個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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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又 quand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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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一邊落下? 西邊 所以靠近落下那一邊是亮的 因為那邊是西邊啊 上弦越西民東岸 你要從西邊落下去 所以落下去那一邊是亮的 所以答案是 這樣 所以答案長這樣 西民東岸 OK 一點都不神奇啊 我只是把它的 討法改了一下改的比較見一點而已 西沒有? 豬怎麼會有西喔? 豬是 豬這樣來看他從西邊落下去 你面對西方 你面對西方 右手是北 左手是南 你這樣畫出來是北明東岸 北明南岸 了解嗎? 了解 是